哈喽大家好我是冰糖 本期呢依然是一个抽卡攻略 条件允许的话 夜兰的一命和弱水 这两个最好全部都有 这样才能达到一个优质的游戏体验 但是如果说 经济确实确实有限 必须二选一的话 应该怎么取舍呢 那么接下来就来跟朋友们聊一下这个问题 老规矩咱们还是先来叠一个盾 现在站在里面选的是满机60级 打开满机身头满机公共满机 全力图100%探索都玩过所有角色 深游满星 火焰天数为848天的开服全情玩家 冰糖小昏 这应该不算是云玩家吧 这就是从保平安 对夜兰来说 热水相比较其他武器 就是单方面的树脂碾压 没有任何一把武器 可以在树脂上面接近热水 UP我一直给朋友们强调一个概念 树脂差距是整个原神里面 最无解的存在 这个东西不是靠操作 靠欧气 靠干能解决的 它只能靠米来解决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热水夜兰一个亿 可以打34424 西风夜兰一个亿 只能打209999 这其中13485的差距 永远不可能缩小 注意UP我的用词 永远 你带拐我也可以带拐 你去刷圣遗物 我也可以刷圣遗物 虽然说圣遗物之间有好坏之分 但是也不可能你满爆我零爆 它又能差多少呢 这其中的差距会在刷圣遗物的过程中 潜移默化的缩小 大家都有的东西随着时间的积累 不会产生太大的差距 但是我有你没有的东西 策划定下的数值差距是多少 就永远是多少 然而充能不一样 为什么很多玩家都会去追逐夜兰的一命 因为零命夜兰在实战中 偶尔会出现充能卡壳的情况 而一命则可以大幅度的改善这个问题 从而提高游戏体验 这就是一命的主要作用 至于跑图能力不伤害 这些都算是一命的赠品 为了大世界跑快一点 弱水不要了 不能吧 还是说为了一次额外异技能的伤害 放弃热水 那也不能吧 改善夜兰的充能有好几个方案 一命并不是唯一的选择 我们还可以从配队方面下手 现在广泛应用的几个队伍 雷国 逆战放 胡征 肖征 这些队伍不是有双水 就是有充电宝 夜兰根本就没有太大的充能隐患 除此以外的像是赛诺基战 这种不能靠配队提供增益的体系 我们还可以从剩一物上面下手 绝缘4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如果萌新玩家还是不懂上述的一些游戏知识的话 那么UP我再讲得通俗一点 改善充能的方案有很多 一命并不是唯一的解法 它只能算作是最简单粗暴的那一个 我们还可以通过配队和剩一物去优化这一问题 在剩一物上面做出的牺牲 将会通过弱水进行强度回补 要知道弱水的强度 可不是几个剩一物词条就能高攀的 它所带来的数值碾压 是无论如何都无法解决无法缩小的 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打不过加入 所以在经济能力确实有限的前提下 很明显 弱水是优先级更高的那一个 当然了 如果朋友们还是选择一命 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优质的命作 UP主我举双手赞成 还是那句话 喜欢吃米饭的没有错 喜欢吃面条的也没有错 人类本就是具有多样性的 这才应该是这个世界本来的面貌 那么本期内容就先到这里了 希望可以解决朋友们 在开头部分的疑惑 如果有帮助的话 还请一键关注长按三连 让更多的朋友看到哦 UP先在这里 谢谢大家了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Respect 欢迎订阅